自古这个儒家讲的行不上大夫,理不下数人,当然是后来如生演绎的。 那有没有道理呢?就是能传到现在,我们就好好想一想。 前面说了,这个理在中间,也可以从道理的理,要自内而外的,而不是外表的理法。 那凡事呢,这个史大夫,就是所谓上层,有学问的当官的,那下层就是老百姓叫庶人。 自古,我们这些都是,有这些当官,他是为了治天下,当然也有为了自己的摸取这个官路。 但是,大多数人们还都是有这种,想当一个圣人,以及说内圣,外王,为了治理天下。 如家讲,修其至贫嘛,这个家国天下嘛。 所以说,那个时候,这些,他都是,有一定的,大多数都是有一定的,这个,修养,学问,这种心。 他们就是,哪怕死,也给他们死的光荣。 但是,这个老百姓呢,他有一些,他是不通这些文法,文字修法。 你跟他讲这些一方面,嘴上他听不懂。 另一方面呢,他这个,有一些人呢,一些。 他,他这个也是,你单纯讲仁义。 君子协议。 这些他,不以为人,不领情。 只能通过一些,后面的甚至说,动行动法,这种。 所以,但是啊,就是,也说了,都有好的。 这个,穷不过三代,富不过三代。 老百姓也有慢慢起来的。 最多五代,但是以前人结婚早。 所以说,基本上,这一辈子就能看到。 甚至说,以下辈子,这个心衰起伏。 那现在人呢,虽然说结婚晚的多。 但是,这个现在是乱,乱围的。 那种,你可见他的速度。 现在还有刑法吗? 以前,有些人,就得用这种,以恶之恶。 就是以,以行动法。 但是,他就屡教不改。 不然呢,但是现在没有,没有怎么办? 变通。 现在的刑场,在哪? 你去医院看一个。 他任何时候,他都有,这个,这个。 这一系列的氧化,变化。 西方来了,这种。 东刀。 以前是,是洋枪洋炮,是冷冰气,是外在的。 这会,从你内部开始切。 什么? 各种的。 加上什么,生化的,基因的这些东西。 你看不见,摸不着。 想的不敢想。 那,对于这个乱世。 过去想乱世则隐。 所以这种时候,那种衣冠禽兽。 不但不能说,通过理,理上的尊重。 内心是尤其反感的。 不一丝,为同类同道。 但是有些,基于这些势力,一些背后的怎么样。 为了考虑长远,为了考虑大局眼下的这种情况, 还是要让他们散。 所以说面子上要过得去,理法上要过得去。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。 这句话,古人讲的话都是对的。 看你怎么理解。 对于那个什么,有些人。 这个这个。 你就只能讲实在的。 以前他就不通了。 想过不用中锤吗? 轻轻点一下。 有的就使个眼色,或者话都不用说。 他就明白。 有的你就一次两次三次。 那就要中锤了。 再不行就没办法。 就要动行了。 或者说是。 就是离他人远去了。 能治则治,不能就不能交了。 那生来有的人的基因,这个种子是什么样。 长出来就是什么样。 很难改。 对。